官兵疫情影响了许多人的生计 能为了确保国人都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政府除了发放补助金 也通过一系列的计划来创造就业机会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其实很多公司也开始通过网上面试的方式 来进行招聘 今天生活小学堂 我们请来了人力资源公司的专业顾问 告诉我们如何把握机会 在网上面试当中脱颖而出 就是要注意到面试公司 他们的使用的软件 因为就是确保你可以上载 也是要确保 如果他们要需要你分享我们的话 那你也会怎么使用 那最重要呢 也是要确保那一个上网 比较通畅 那个摄像头呢 就是要摆在他们眼光的level 就是眼神要跟面试官交流 那是最重要的 还有也是保持笑容 穿户方面呢 因为虽然是在家里 不过整体化呢 不需要专业 于是呢 我就建议他们穿单色的衣服 首饰呢 不要太花俏 那也要坏点妆 那男士方面呢 就是要清洁 就是整体好像是去公司里面试 那这样会促进你们的信心 那在家里呢 就是要需要注意到一些细节 那就是地点呢 还有背景呢 不要有太复杂的那个图案 那环境方面呢 也是需要比较安静的地方 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 或会有养一些小狗小猫的话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呢 就是叫家里配合 如果有意外的话 那就很有礼貌地跟面试官说 对不起 让你五分钟去安定一些东西 那再回来去做你的面试 在家面试 偶尔会有一些外来的干扰 但是另外一个场间的问题 就是技术故障 那我们事前又该如何准备 你也可以和朋友和家人们进行测试 例如说检查一下系统的正常运作 麦克风啦 音量 灯光 以及是否有外来的杂音等等的 在测试过程中 也要确保自己的脸部 可以在电脑的荧幕上显得清晰 还有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声音 会有一些不能避免技术上的问题 例如说声音的连接不清楚 还是消失等等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向彼此重复对方所说的话 或者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你可以重新连接面试的平台 这样一来都可以确保大家听明白你所说的话 还有不漏掉重要的细节 当你确保这些系统正常的运作 这样一来你的往上的面试不会被负面的影响 当你显示着有体面和专业的形象的时候 这也可以为面试的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可以给你的面试加分 不过在我们取得面试机会之前 履历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在投简历时又该注意什么 履历我是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写太多不相干的内容 还有如果是在工作的人呢 就是可以凸显出他们的成就 还有他们的成绩 那毕业生呢就是可以写一些他们在课外活动 或做一些义工的那些成就 也可以写在履历表 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履历表 不可以发出给全部的公司 就是同一份的 因为每个公司都会有不同的需求 还有他们的职务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要根据那个公司 他们所要求的来写出你的履历表 人力资源顾问也建议 求职者不妨可以到像LinkedIn这样的职场社交平台 和互主联系或是发出问候 来表现自身的积极度 但在这同时 他也提醒大家 在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上传的东西 也应该格外小心 渐渐的公司也会去查诺 那个私人的账号 看你上载什么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 账号是私人的 不过也是要注重一点 因为如果你上载一些 不是很得体的东西 也会影响到你的中国机会 当然无论是投简历还是面试 大家都应该做好准备 但是人力资源顾问注意到 有很多人对于推荐人一览 似乎存在疑问 不知道该怎么填写 推荐人最好是比求职者更有资历 或者是在之前的公司担任上司职位 或者是要职的职位 这些推荐人才会比较有说服力 如果要给两个推荐人的话 我会建议第一个有可能是 如果你还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的话 你可以选择第一个是你的同辈同事 因为你的同辈同事也常常跟你有很多互动 所以第二个推荐人我可以建议 你可以推荐你的上司 如果你有好几年的工作经验来说 你可以推荐两个不同公司的上司 来做你的推荐人 这段时间因为受冠病疫情的影响 许多人的生计都大受打击 两位人力资源顾问都建议 在寻求工作时 不妨考虑合约制或实习机会 在为自己吸取经验的同时 也有机会被转为全职员工 在这段时间应该比较思想要开头 还有也是要有比较灵活一点 那专业人士在这期间 如果他们也可以接触到 就是零食或合约制的工作 因为这也会促进他们的经验 还有吸收一些新的技能 那毕业生也可以接触到 不是他们专科的工作 因为这时候也可以表现出 他们的应变能力 对于刚毕业的新人 我鼓励他们可以多多关注 到底有哪一家公司正在提供着实习的机会 就如我们说的internships 还有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期间 可以吸取宝贵的工作经验 给他们的未来建立一个稳定的基础 对于中途转业者来说 我会鼓励他们上 Skills Future或者IBF.com 来参加一些训练 而且这也都很符合政府的资助 这样可以同时给他们一个机会 来提高技术和知识 今天的《诗诚有约》就播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